你 麦成花 你 你 你怎么 我是新来的物业管家 是因为招标的事被调职了 你多巧啊 我就住这公寓 你管这层是吧 没事来找我玩 朱小姐 如果以后有事情的话 你可以叫我 没有事情我就先走了 好 来 又当屈服务了 真是呱呱难过 我负责的罪替楼层 连你比一半许租率都不到 该怎么办呀 只要你细心一些 多看过他们的需求就好了 人家交付约费 买的就是一个服务嘛 只要你服务做到位 他们满意了 许租合同自然就有了 朱花姐 我真佩服你也有一说一 又有耐心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你服务的那两层业主 没有不夸你的 不愧是总不过来 干一行爱一行吗 如果总是抱怨的话 你自己做得也不开心 对吗 我就没你那么乐观 九八千块钱资金 我可做款 天地玩儿又好 这不还有奖金呢吗 那一大小钱还不如叫小飞呢 积少成多呀 努力努力总会有的 陈欢 416的业主叫服务啊 你去看看 好的 好的 收到 我先去了啊 快去看 拜拜 亲爱的 真那么着急走 我都好久没有看见您了 班也不让我去上了 真生我气了 你看 我有什么气好生的呀 再说 我见着你我也就不生气了 因为最近公司啊 确实事有度薄又乱 离不开我 那是 其他人哪知道您的习惯呀 要不这样 你留下来吃个晚饭 我再开一个上好的红酒 怎么样 不不 不了 不了 我真的得走 那走之前 奖励一个 贪得无厌 那我奖励你一个 好 行吧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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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官 叶主什么事啊 需不需要帮忙 没有什么问题 我 我现在正在解决呢 好 走 怎么了 这么恍伤 没什么 医师说你得多喝手的 来 不是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打听广告之下 注意点影响你倒好 当时那么多人 搂搂画报 被向上让人看见了 怎么办 谁都识探啊 什么呀 那你要人家怎么克制呀 反正你和家里那位 早就冒合神离 不如离了算了 那万一我们的事被捅出来 你可是故作坊 是要精神出户的呀 你是不是 知道麦成昏掉到这儿了 然后有意这么做 想让人看见 好好逼着我离婚 对吗 亲爱的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我只是单纯地爱你 我还宠拜着你 我一直以来都恪守分寸 我从来没有要求 为什么呀 我就是不明白 我真是净身出户了 你说你能落着什么好呀 从打听心思跟你那一天起 我就想好了 我什么都不求 什么都不要 我就默默陪着你 现在你不想离婚 你就当做没我这个人好了 麦成昏那边 所以我会跟她说清楚 求她不要把我们的事说出去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别过惹麻烦 周小姐 是您叫的服务吗 我哪敢叫麦成昏的服务呀 先进来 我是想着咱们能用送付亲 正好你快下班了 一起吃顿饭呗 尝尝 附近新开的 上了黑珍珠榜班的 我点了这么多 你要是不吃的话 可就浪费了啊 周小姐 我们是大学同学 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今天是你故意算计 想让我看到的对吗 说什么呢 我是说 刚才的服务是你叫的 你故意想让我看到 你跟新智珊的事情 我没说错吧 陈花 你是个聪明人 那我就直说了 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跟着新总 这么多年来 我都没等到一个 合法执政的名分 所以我不甘心 我就想给她点压力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得到名分 你怎么就认为 我看到以后 就能给你名分了呢 陈花 你还记得 我们大学的时候 关系多好啊 我们是同专业 玩得最好的朋友 可能因为我们家境条件 都一般吧 家庭条件只能决定 你十八岁之前的人生 如果成年以后 还在埋怨自己的家庭 只能说明 你不够努力 陈花 努力是要吃苦头的 你现在走这样的捷径 确实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但是我觉得 以你的实力 未必不能走到 你想要的位置 得到你想要的生活 你我都是 普通家庭的女孩 靠自己是不可能 拥有更好的生活 难道你之前跟新家亮 就不是走捷径 就是纯洁的真爱了吗 朱小姐 您到底想说什么 别把我和新智山的事 告诉新家 行吗 这事要闹起来 心总可是要惊身出户的 我不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吗 让我看到 你们两个事情的人是你 不让我跟别人说的人也是你 不好意思 朱小姐 我压根儿对你们两个的事情 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先走了 慢走 走吧 陈欢姐 这个新疯给你 陈欢姐 谁给我的 刚才一个中年男人给你的 我说你不在 让他等会儿 结果他放进 新疯就走了 还说你看了就会的 陈欢姐 这是哪个租户 那么大方 看来你要发大财 自华喽 谢谢了 赶紧去忙吧 嗯 那我去吧 怎么样 卡收到了吧 里面的钱你只管拿去 有需要今晚跟舒服地 我去找家 陈总 我也要去找你 由你找个人 这个人 我去找个人 在那边 我去找个人 不准备 我去找个人 谢谢你 我去找个人